上个月27号一名女网友开车出门 行经深坑闻山路时 发现了一名长者竟然在公车站牌下摊坐 立即将车停放一旁协助老人家 行车记录器拍下了这一切 也让网友决定要向公部门反映改善这里的后车环境 透过了脸书联系上深坑区长周静平后 公所也立即展开动作 将在11号与交通局等相关单位进行会砍 11号的时候跟交通局会到我们这几条路线 整个去做一个会砍 那我们整个方式如何透过改变后车停的形式 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取得民众的同意 来让我们的后车停都够早日完成 但是在还没有完成之前 我们目前公所也打算在周边 针对尤其是有高地差的地方 我们先在旁边做一些湖南 尤其在站牌旁边做一些湖南 这是我们立即可以做的 我相信下个月大家就可以看到 位于文山路和北深路三段的这个公车站牌旁 因为汉旁边的林地有着近1.5米的高低差 为了保障民众等车安全 将会先施坐护栏 而近来也有三星人士先以板凳应急 希望能够让等车的老人家能坐着歇息 深坑区长周静平表示 由于后车停的设置必须考量到用地取得 以及腹地等问题 所以才无法施坐 但是绝对会尽力改善后车环境 很多是石油土地 一方面可能产权问题 一方面是路幅太小 包括北深路 还有我们的文山路 还有我们深南路 大概都有这样的情形 但是深南路的好处是因为它在山上 它比较没有这些包袱 那腹地比较大 所以深南路那边的后车停 在去年已经做了两三个了 因为区长周静平的立马关切 并且随即在脸书上解释说明 除了让女网友感到窝心而po文 底下的留言对于公所和区长的积极态度 更是大大的赞赏 有人说给区长一百个赞 也有人说好感动 效率百分百 透过了网络的连结 让民众的反应意见 能够直接传达给地方的父母观 而最重要的是后续的应对处理 让在地民众都感受到这份真正的关心 记者杨邦友超方琦 深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